三十年沒有輪替嘛 所以人家說 生肌抓走生肌不好 那民進黨當然 因為三十年不必輪替 而且他不必做台南 他認為台南市民 還是會支持他 所以 依舊他們還是維持 你老實說人不是你殺的 跟你沒有關係 是嗎 氣泡也可以 人的比較 那 就可以比較出優劣 如果你用政黨比較 確實國民黨在這裡吃虧 換個角度講 今天如果黃偉哲 代表國民黨 謝龍介代表民進黨 我跟你講不必說躺著選 我都可以讓他二十萬票 三十年沒有輪替嘛 所以人家說 生肌抓走生肌不好 那民進黨當然 因為三十年不必輪替 而且他不必做台南 他認為台南市民 還是會支持他 所以 依舊他們還是維持 西瓜的思維 所以西瓜的思維就是 你們差別呢 不管你誰怎麼合 在野怎麼聯盟 你們怎麼弄 反正最後票都會投給我 你是一個男市民生的男生 你知道 我們自己的感受人 十之五位 去之可惜 這三年 半來啊 將近四年 台南第一個沒什麼亮點 第二個沒什麼建設 然後交通比以前更亂 寬敞文化更複雜 一人當選 選一個市長變成三四個人在幹市長 我這一次去這個沿海重店的地區 股片都跟我接觸以後 覺得他們真的霸道了一點 而且身邊的人介入太深了 你老實說 你不是你殺的 跟你沒有關係 是嗎 氣花買得快 你知道嗎 所以硬要打分數的話 你說打他不及格 就不忍心 對不對 那應該在六十五到七十分左右 你也不能說他沒有做啊 一些花花草草 鋪了 道路 鋪了以後 又挖了以後 還是有 可是你把這些錢弄在這邊 是不是錢有沒有花在刀口上 最可惡就是說 我們不要做 為什麼在四個人都不要做 我們不做 不做 台南人 我們不做 他還會回家 他們選舉都說 我們不用抱歉 酸鳥就長不抱歉 每次都講 起零頭雞 每次頭雞 你有看過老闆要找員工 還要請家嗎 鄉親跟我講 你們男人 你們國民黨 真的就是 看到你真的能走入疑村跟農村 那直接跟農民移民對話 因為我是在地六十年 我知道哪些可以做 現在市長都未必知道哪些可以做 他沒有這種破例 沒有這種勇氣 然後 就沒有這種決斷力 但是 他不是壞人 而且他就是少了那種破例 所以台南市民就覺得沒有什麼光環感 所以我要做就是這三點 交通問題 再來就是馬上辦中心 還給兒童一個夢幻式的主題公園 你看我現在每天掃香就是這樣 到晚上早上好一點 然後就開始慢慢又開始掃香 我已經在廟口演講 107場 跟鄉親直接對話 理性的呼喚 所以我們是道士甘蔗 而且有信心 我知道沒有行政資源 他是大撒幣 撒下大把的行政資源 買媒體 包括民調什麼做 應該做到90%才對 怎麼會只做到70幾%呢 既然要買了嘛 就下重一點 對不對